好 我們趕快回到我們這一個章節 Differential M5 趕緊複習一下 標準的MOS Differential M5 或者叫Differential Pair 或者叫Differential M5 都可以 可以叫做Differential Pair 或者是Differential M5 MOS Pair Differential M5 基本架構 畫出來 M5 過程 因為裡面的選擇 M5 下的選擇 M5 下的選擇 4個選擇 4個選擇 M5 下的選擇 1個選擇 好 這是一個MovePay的Defensial Pair 或是Defensial M200的基本架構 這是圓形 這是圓形 而我們之前有分析過 在交流訊號的分析 交流訊號也分為Defensial Modes 跟 Common Modes 而我們先分析所謂Defensial Modes Defensial Modes 的訊號 來 我們叫Defensial Modes 所以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Defensial Modes 的分析 交流訊號的眼中 Defensial Modes 的分析 來 直流電壓源直接變Ground 在交友訊號的眼中 Defensial Modes simulave Modes 兄 e-testinal Mode 在交流訊號Differential Mode的眼中變這樣 那因為左右兩邊完全對稱 所以在中間的部分 會有一個Virtual Ground的特性 特別要注意到Virtual Ground 在Differential Mode的分析當中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叫做Virtual Ground Virtual Ground 然後呢 我們上來講過分析這個電路 最簡單的 直接用T Model 直接用T Model T Model這個電阻是Gm分之一 Gm分之一 所以第一步 求出電流Source Current Source Current等於多少呢 整個電流路徑的總跨壓 2分之Vid 2分之-Vid 所以總跨壓是Vid 總電阻是多少 這裡是Gm分之一 這裡是Gm分之一 所以Total的電阻是Gm分之一 加Gm分之一 就是Gm分之二 所以就會得到2分之1 Gm的Vid 這個是Source Current 而Source Current就會等於什麼呢 Source Current其實就等於Gm分之二 Source Current就等於Gm分之二 Source Current就等於Gm分之二 所以馬上就可以到V02是多少 V02是這裡的電流乘到這裡的電阻 因為是流進電阻端 流到Ground 所以是正的 ID乘上RD 也就是2分之GmRD的Vid 而V01呢 它是從0幅流出來 所以是負的ID乘RD 也就是負的2分之GmRD的Vid 然後呢 我們定義的Differential Out 雙端輸出 定義是什麼呢 是V02-V01 V02-V01 那就會等於GmRD Vid 所以馬上就可以得到Differential Gain 插動爭議 雙端輸入 雙端輸入 插動爭議是VOD除以Vid Opt除以Input 自然就是GmRD 就這樣 標準的Differential By 小訊號分析相當容易 相當容易 而我們上禮拜也告訴各位 插動分析呢 第一種 直接分析這個牛頭牌電路 直接插動分析 第二種分析技巧 我們上禮拜最後跟各位介紹過 就是所謂的半電路 我們上禮拜最後有介紹到 所謂的半電路 就是什麼呢 既然左右兩邊完全一模樣對稱 那我在分析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只分析其中一半就可以了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另外一個 我們叫做半電路分析 Health circuit 我們簡稱HC好了 Health circuit 所以Health circuit畫出來的話 這裡的半電路畫過來 把這裡切一半 就只有這個一半電路畫過來長這樣 然後不同的是輸入端 這裡是二分之Vid 輸出端呢 我們定義的是二分之負的VOD 因為我們那時候正 VOD的定義是右邊為正 左邊為負 所以這裡是負的 那因為只有一半 所以是二分之負的VOD 是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半電路 那半電路分析的結果一樣 MOSFET 電子學一的解題而已 不管是BJD或MOSFET 小訊號分析 如果各位腦袋轉不過來 一律使用Tmodel解法 一律使用Tmodel解法 相當的容易 電子學一的時候 教各位七大步驟去解 第一步 那我們現在直接小訊號了 直接是什麼呢 求Source Current iSource給多少 Total的跨壓是二分之Vid Total的電阻是Gm分之1 除以Gm分之1 所以得到的Source Current 就是二分之GmVid 這就是Source Current 而Source Current 就等於Gem Current 就等於Gem Current 所以Output的電壓 這裡Output的電壓是二分之負VOD Output的電壓就等於什麼呢 電流流出 從光流出這個電阻 這個電阻是RD電阻 所以這裡的電壓 就等於負的ID乘RD 就等於是二分之負的GmRD Vid 好 就得到這樣結果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所以VOD除以Vid 也就是所謂的Differential Gap 是多少呢 把Vid除過來 負負消掉 22消掉 就是GmRD 得到的答案 跟剛剛直接分析整個電路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分析插動放大器 已經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 直接去解它 直接去解它 第二個 想要把它變得簡單一點 它就直接用半電路 因為半電路的解圖 就回到電子學音的內容 就回到電子學音解題的內容 就是一顆電晶體而已 好 那半電路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我考慮RO以沸的話怎麼辦 如果我考慮RO以沸會變成怎麼樣 考慮RO以沸 common source 考慮RO以沸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如果考慮RO以沸這個RO是接到過了 這個RO跟RD是什麼關係呢 RO跟這個RD是並連的 所以如果考慮RO以沸 請問底分析電會變多少 從GMRD變成GM並連RO而已 這就是考慮RO以沸 因為當考慮RO以沸後 你的電路 你的半電路實際長什麼樣呢 不要忘了這裡 原本是有一個RO在這裡嘛 那RO接到過了 你其實可以把它等效的斷開來 等效斷開來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樣子 如果你的肉眼還是看不太出來 我們還是可以再改化成什麼樣呢 改化成這個樣子 是一樣的 變成這樣 所以這時候你就看到這個RD跟這個RO 兩個電阻是並連的 好 並連的 所以變成RD並連RO 所以使用半電路可以將你 如果今天要完整分析整個電路 然後又考慮RO以沸 如果你覺得你的腦袋轉不過彎來 你可以使用半電路 變成電子學一的簡單電路分析 一樣可以求出這個Differential Amplified 好 那比較複雜的電路 如果各位很難直接看到解答的話 使用半電路 那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課本給了一個Example 使用半電路來解 課本給了一個Example 8.2 Example 8.2 Example 8.2 它要你解的電路長什麼樣呢 好 不得了 看起來就是一個你們會想投降的電路 好 這樣子 就是一個這樣的電路 好 好 好 這就是影證侯8.2的電路 各位在看課本會看到 這個電路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在半電路眼中非常的容易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交流訊號分析 並且分析Differential Mode的時候呢 它的電路會長什麼樣 這是完整的電路直流加交流 我們在求交流訊號的時候 交流放大的時候記得 直流訊號看到的電路 跟交流訊號看到的電路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首先來 半電路是要完全左右對正 才可以半電路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到 左邊跟右邊雖然完全一樣 可是中間多了一個RL 這個RL怎麼處理呢 能不能互相對分呢 可以 因為這RL是在中間的 你把你這個RL可以改成什麼呢 這RL可以改成 兩個變組的串連 可以變成哪兩個變組呢 可以變成2分之RL的串連 這樣嗎 可以改成2分之RL串連 所以 從中間來看 一樣是左右對稱 從中間來看 一樣是左右對稱 既然左右對稱 一個電位高一半 一個電位低一半 中間我們前面講過 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這裡是Virtual Ground Virtual Ground 那換言之這裡也是啊 這裡是2分之-VOD 這裡是2分之VOD嘛 所以這中間呢 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也是一個Virtual Ground 也是個Virtual Ground 左右兩邊完全對稱 那在中間的部分 就會是一個Virtual Ground 因為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一邊高一半 一邊低一半 那在中間的位置 剛好就是這兩個的之間 就是0 一個是2分之VID 一個是2分之-VID 那在中間的位置 就是他們兩個的中間值 0電位 那這裡也是啊 這裡是2分之VOD 這裡是2分之-VOD 那中間的位置自然也是0幅 所以中間切一半之後 半電路就會長什麼樣 半電路就會長成 我們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看到一個RD 然後呢 右邊 這裡是我們的2分之-VOD 但是這裡有個電阻 這個電阻是2分之RL 變成2分之RL 然後接到Graph 然後繼續放下來 R1電阻 然後這裡是2分之-VOD 就變這樣 這個半電路就會長成這樣 半電路長這樣子 解這個電路又變回了電子學一 common source with source resistance 我把符號改一下好了 這裡是Source 所以一般喜歡用的是RS 一般喜歡用的是RS 因為是Source 端有個電阻 喜歡的是RS 好變這樣 好 所以一樣 解Mosphate 一開始先解什麼呢 求電流 第一步 先求ISource current 使用TE model 請善用TE model 總跨壓 來 ISource current 總跨壓是2分之Vib 總電阻是多少 是GM分積加上RS 這就是電流 好 而ISource又等於什麼呢 iGEN 又等於iGEN 所以2分之負的VOD就是多少 就是iGEN乘上看到的電阻 前面要個負號 因為它是從0浮流出來的 乘上多少呢 R1跟2分之RL的並列 所以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GEN分之1加上RS 分之RD並列2分之RL 乘以2分之1的Vib 就變這樣 所以馬上就可以得到Difential gain 也就是VOD除以Vib VOD除以Vib就是多少呢 22小掉Vib除過去 就是RD並列2分之RL除以GM分之1加上RS 就這樣 這個就把這一個看似複雜的電路解決 所以你會看到插動放大器其實是什麼呢 將各位在電子學1學到的基本電路 Common Source 或者是Common Source加上Source Resistance 拿出兩組來並成一個牛頭排電路 Difential pair 就變這樣 所以分析插動放大器 如果各位很難看得出來 怎麼直接去解它有困難的時候呢 記得善用半電路的觀念 使用半電路觀念 它就可以回到簡單的電子學1的題目 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問題可以直接講啊 沒關係啊 怎樣 OK 好 所以這些都是什麼呢 都是基本插動放大器的一個小變形 插動放大器的精神 剛剛講完了四分之一 接著就是它的變形了 這是一種變形 Source加上Resistance 根本就是一個小咖 很容易 甚至我不用跨半電路可以解完嗎 因為整個電流路徑也可以很快的解出來 好 你看在幹嘛 總跨壓是VID 整個電流路徑有誰 有GN分之一 RS RS GN分之一 所以總電阻就是GN分之二加上兩倍RS 不也是可以馬上先求出ISource Current啊 求出ISource Current之後馬上等於ID Current ID2看到電阻是什麼呢 是R1並列二分之RL 馬上就可以得到正的二分之VOD 那V01是多少呢 V01馬上就變成ID Current乘上RD並列二分之RL 但這樣乘以一個負號是流出來的 所以我不用化成半電路也可以解直接解 好 正如同我跟人講的 插動放大器 最終你其實可以不需要使用半電路 直接求出ISource Current 使用T Model 善用T Model 所以ISource Current就等於什麼呢 總化壓除以總電阻 總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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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求出ISource ISource Current就等於什麼呢 ID Current 就等於ID Current 馬上可以求出V02是多少 就是ID乘上RD並列二分之RL 所以不需要使用半電路也可以直接分析 希望大家插動放大器可以直接就去分析它 除非它用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Difential Pair 才需要使用半電路去簡化它 所以嚴格說起來半電路是一個簡化電路的技巧 以免各位看一個電路的時候 太多顆電晶體看得眼花撩亂 好 這是Exemplo 802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起手式 基本的Difential Erpify的電路 再回到基本的放大器 首先來回到基本的Difential Erpify 這個課本都有 所以各位 這是基本的Empify 它的第一個小變形是什麼呢 首先還記得我們在上一個章節 Texco學到了 應該要記得上禮拜才剛考過4而已 電阻這個負載也可以改成什麼呢 主動式負載嗎 RD可以改用電晶體代替 RD可以改使用什麼呢 硬電壓VG的Mospat來代替 或者可以說它上面可能是裝什麼呢 Current Mirror Current Mirror 所以呢它這個RD可以改成什麼 這個RD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使用電晶體來代替 使用Current Source這個電晶體 使用Current Source這個電晶體 然後給一個電電壓VG 這是一個Fixed的電壓 這也是VG一個Fixed的電壓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我們給它一個Q1Q2 這裡給它Q3Q4好了 好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在交流訊號的眼中就會變成什麼呢 交流訊號的眼中 碼上面可以看到 在交流訊號簡單一點我不要畫兩邊了 我就畫半電路好了 半電路Health Circuit 就變成什麼呢 這是一顆Mospat 但是這顆Mospat 定電壓在交流訊號眼中 就是Ground 就是Ground 這就是Q3 然後呢 這裡 Q1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 然後這裡是2分之-VOD 這裡是2分之VID 好 而我們之前講過 Q3在小訊號眼中 從這個端點往上看 從這個端點往上看 它其實等效成一個電阻而已 Common Gate的電晶體 從最多端往內看 從最多端往內看 它其實只是一個什麼呢 RO電阻而已 只是一個RO電阻 只是一個RO電阻 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的插動倍率就是多少呢 就是GM 原本是RD嘛 現在RD變成什麼呢 RO3 但這個GM指成誰呢 是Q1的GM 不要忘了 所以如果寫得明確一點 應該是G1RO3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你既然把它當作主動是電阻 RO3代表什麼呢 你其實是考慮了RO以費的對吧 你其實考慮了RO以費 那千萬不要忘了 Q3有RO以費 不要忘了Q1也有RO以費啊 所以從這個端點往下看電阻是RO1 所以最後的總電阻是誰呢 是RO3要併點RO1 兩個 因為這裡的奧迫的端點 看過來的等效電路長什麼樣 不要忘了 從奧迫的端點看到的等效電路 這裡是2分之負的VOD 這裡有個電流 這電流是多少 是GM2分之VID 大家看到電阻有誰呢 從這個端點往上看是RO3 從這個端點往下看是RO1 所以自然就可以得到 2分之負的VOD是多少 是GM2分之VID乘上誰呢 這兩個電阻的併點 是這個樣子 所以很明顯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變形是什麼呢 將主動式負載 當被動式負載RD搖身一變 變成Common Gat的電晶體 也就是Common 也就是上一個章節所講的 Active Load 或者是Current Source的電晶體的負載 這就是801.5所講的 Differential Amplified with Current Source Load 也就是上面你可能放是Current Source 這個是一個Current Mirror Mirror Guide 這又是另外一個Current Mirror Mirror Guide 但這裡的電壓是固定的 小訊號分析它馬上就變成了RO電阻 RO電阻 然後接著第二個變形還記得嗎 既然爭議跟輸出阻抗有關 我們上一個章節的另一個重點 增加輸出阻抗就可以提高爭議嘛 怎麼增加 上一個章節非常重要的課題叫做Case Call 還記得嗎 Case Call 所以 我想要讓這個放大器的爭議再變大 再變大說串就是什麼呢 增加向上看電阻跟向下看電阻 我都要增加 這個飯店路要增加電阻 我們上一個章節提到了 怎麼增加呢 Q3給他一個Case Call Q1給他一個Case Call 這樣就可以增加了吧 所以下一個變形Case Call 怎麼Case Call呢 就來了 所以 所以 你應該說 好 那 不 Rus 毒 還 還 可以 搜封 好 這樣就CASCOD 然後呢 Q3 Q4 Q6 Q7 Q1 都是一個固定電壓 比如說 VG1 這兩邊都是 VG1 這兩邊都是 VG2 這兩邊都是 VG3 電電壓 這樣子 好 這就是一個使用 CASCOD 然後呢 Output 在哪裡 Output 在這裡 VO2 VO1 長這樣 你會看到 Q3 是 Q1的 CASCOD 他將往下看的電阻從原來的 RO1 變到多少呢? 變成 GM3 RO3 RO1 變成 GM3 RO3 乘上 RO1 往下看電阻 往上看的電阻呢 從原來的只有 Q7的話 那就是只有 RO7 CASCOD了 Q5之後呢 往上看電阻變成多少呢? 變成 GM5 R5 乘上 RO7 變成這樣子的電阻 好 所以馬上將他的半電路畫出來 他的半電路畫出來 馬上看到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Health Circuit 長什麼樣呢? Vid Q1 Q3 Q5 Q7 然後這裡是二分之負的 VOD Q3 Q5 Q5 Q7 然後這裡是二分之負的 VOD 原本從 Q7 的 JAN Common Gag 的結構 從 Q7 的 JAN 往上看的電阻是 RO7 但是從這裡往上看的電阻 叫 ROP 這 ROP 是多少呢? 他是將 RO7 翻倍 翻多少倍呢? 因為 Q5 的 CASCOD 乘上 GM5 RO5 從原來的 RO7 多了一個 CASCOD 之後 就多成了 GMRO倍 一樣從 Q1 的 JAN 往下看 原本只是 RO1 但是加了一個 CASCOD Q3 之後呢? 往下看的電阻 Rn 就等於什麼呢? 原來的 RO1 乘上什麼呢? GM3 RO3倍 幾色這麼多? 所以最後的奧普特 端的總等效電路 最後的總等效電路是 GM2 VOD 但是奧普特 看到的電阻有誰呢? 有 ROP 跟 RON 的 VOD 這樣子 所以這個奧普特 端的等效電路就會長這樣 電流一樣從這一顆輸入訊號的電晶體的 GM 所決定 就是 GM1 然後呢?奧普特 端也看到電阻有往上看的電阻 跟往下看的電阻有兩個電阻的並列 所以最後這個問題 解這個的電路其實就是上一個章節的題目 而這樣得到的 differential gain 是多少? 這裡定義是 VOD 也就是 VOD 對 VID 答案是多少呢? 是 GM、RN 並列 RO1 這樣 而 RON 會從原來的 RO1 提升 GMR倍 ROP 也會從原來的 RO7 提升 GMR倍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 differential benefit 從原來的 RB 電阻 我變升為 current source 的 active law 再進一步晉升為 case code 的 active law 就這樣 他其實只是加第七章跟 第七章的東西拿到第八章這邊來用 就將第八章的 differential benefit 配上第七章所教導各位的 current source law 以及使用 case code 首先這樣 這樣的話他的爭議就可以提升再提升 爆銅再爆銅 截至目前為止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算是將 MOSFET 的 differential benefit 當中 differential mode 的訊號分析了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還有什麼呢? 還有 common mode 的分析 好 所以我們接著回來介紹 common mode 這個地方是大家很容易搞混的 再介紹一次 因為這個地方大家觀念很容易跑掉 千萬不要忘了訊號可以分為 對 電路分析在分析訊號的時候可以分為兩大類 我們前面講過一種叫做直流 一種叫做交流分析 接下來的話我們又可以分為什麼呢? common mode 跟 differential mode 而其中 common mode 又可以分為什麼呢? 有直流的 common mode 跟交流的 common mode 而 differential mode 就是 EID 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 跟各位重新 organize 一下 我們在電子學一所學到的電路分析 其實就很簡單只分兩種 直流跟交流 在插動放大器 你一樣可以用直流跟交流 而直流分析我們前面介紹過了 當你電路左右兩邊都對稱 而且它是使用定電流源來做分析的話 當左右兩邊電壓只要也對稱 那你的定電流源的電流 就會平均分給左右兩邊 每個各是2分之I 這就是直流 所以插動放大器的直流很簡單 它的電流 定電流源的I 在直流左右兩邊都對稱 都是 common mode 的訊號之下 它兩邊電流都是2分之I 都是2分之I 而我們剛剛介紹的都是講什麼呢? 交流分析當中的 differential mode 訊號的放大器 所以 differential mode 一開始介紹的是什麼呢? comer mode comer mode是什麼呢? 只是將這個電流I 平均分為2分之I 2分之I 這是 common mode 的部分 而我們剛剛一直介紹這麼多 都是在介紹 differential mode 的爭議 我們完成了這兩塊 但是我們還沒有介紹這一塊 所以接著我們要開始介紹插動放大器 一樣是 common mode 但是它是屬於交流的 common mode 這兩個就是AC 這個是DC 電子旋液的時候很簡單 它只有DC跟AC 因為它只有單端輸入 單端輸入就沒有什麼 differential mode common mode 因為它只有一個端點嘛 沒有另外一個端點來比較說是同模還是差模 但是兩個端點的輸入訊號 在分析的時候一樣可以分為直流跟交流 直流就是大寫都大寫 上標下標都大寫是直流分析 交流分析呢可以分為Difficial mode的交流分析 跟common mode的交流分析 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交的小訊號 都講的都是Difficial mode 所以接著我們要進入到common mode的交流訊號分析 所以一樣先把完整的插動放大器畫出來 完整的插動放大器 我先從基本型開始 而現在要分析common mode 所以它是直流加交流 直流加交流 直流的電壓加上交流的電壓 直流的電壓加上交流的電壓 因為它是common mode 所以左右兩邊的訊號是一模一樣的 並沒有一個高一個低 並沒有 插模是可以一邊高一邊低 因為它們不同 同模common mode common的意思代表這兩個是相同的 既然這兩個是相同的 中間自然就不會是所謂的Virtual short 就不是了 所以common mode的小訊號分析 就沒有Virtual short 這個特性 這要特別記住 特別記住 Differential mode的分析 有Virtual short common mode的分析 沒有Virtual short 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那在它的眼中 它的小訊號應該長什麼樣呢 首先 我們把它的交流電路畫出來 交流訊號並且是common mode的分析 交流電路並且common mode畫出來 電電壓就是Ground RD 然後這裡只剩下小訊號 這也是VICM 就這樣 然後接著來了 這裡既然已經不是Virtual short 那會是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今天你的電流是完美的定電流源 我們前面講過 在交流分析的時候 定電壓或定電流都要歸零 定電壓歸零就是Ground 定電流歸零就是Open 定電流歸零就是Open 但是這個Current source 它是一個完美的電流源嗎 我們前面講過 完美的電流源輸出主看應該是無限大 但是完美的電流源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電流源都是由Current source所製造出來的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主抗 輸出主抗 所以實際上在畫這個定電流源的時候 在分析的時候呢 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個輸出主抗 我們叫做Current source的電阻 其實它就是Current source的Oper resistance 所以實際上你要Model一個定電流源 實際上它就是完美定電流源 但是要外掛一個輸出主抗 因為它真實的電流源是有輸出主抗的 輸出主抗不是無限大 如果輸出主抗是無限大 那就是完美的定電流源 所以在交流分析的時候呢 一樣定電流源歸零就是Open 但是會留下誰呢?輸出主抗 所以在交流訊號的眼中 這裡已經不是Virtual過往了 Virtual過往 而是有個Current source的Oper resistance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小訊號分析Differential mode跟Current mode 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 Differential mode這裡是Virtual ground 所以不管下面這個電阻是多大都沒有影響 因為已經Ground 但是在Current mode的時候呢 它就看得到這個RCS 所以你會看到Differential mode跟Current mode 他們看到的電路是不一樣的喔 他們看到的電路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依然是 這裡是V01 這裡是V02 而這兩邊的差異 就是我們定義的VOD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電阻怎麼 這個電阻怎麼分析呢? 好 你會看到 直確去分析它好像很難解 我們這裡再度使用半電路的技巧 切一半 左右兩邊完全對稱嘛 可以切一半 可是這個剛好在中間怎麼切 你就 大家可以想到嗎? 如果你是串連 你就把它變成兩個1.2的串連 但如果是單一的話 你想要把它切一半 左右各分一半的話 那就把RCS變成兩個電阻的並連 好 那一個RCS 可以變成哪兩個電阻的並連呢? 來 一個RCS它其實等效成什麼呢? 哪兩個電阻的並連 電阻是越並越小的 所以你要拆開來反而要倍增 所以變成兩倍RCS 兩倍RCS 因為並連會變成1.2而已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兩個電阻的並連 它會是原來單一電阻的兩倍 所以馬上這個RCS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身 拆開來 原本是一個電阻RCS 我們就拆成什麼呢? 兩個電阻 只是這兩個電阻各是兩倍的RCS 這樣子 這樣左右終於完全對稱了 左右完全對稱之後 我就可以給它切一半 變成半電路 所以 變成HELF社會體之後長什麼樣? 變成HELF社會體之後長什麼樣?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子 好 就變成這樣子 好 分析這個電晶體 分析V01跟VICM的關係 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了 來 怎麼分析呢 一樣 先求isource current 使用tmodel 使用tmodel來分析就可以了 但是 所以一樣 使用tmodel的話 isource current是多少 總跨壓是VICM 總建築是誰 是1Gm加上2倍的R CS 這就是isource current 總跨壓是VICM 總電阻是Gm分析加2倍RCS 好 這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電流進的輸出阻抗 基本上是RO等級的嘛 RO以費達RO 因為它是電流進的輸出阻抗 其實輸出量是很大的 但是Gm分析其實是一個很小的電阻 Gm分析是一個很小的電阻 RS是一個很大的電阻 核跨還乘兩倍了 所以 兩倍的RCS 遠大於Gm分析 所以這個isource 它其實可以近似成什麼呢 近似成兩倍RCS分之VICM 變這樣 換言之你也可以想乘什麼 這裡的跨壓是VICM 但是呢看到電阻是兩組電阻 兩組電阻的串聯 但是這個電阻又很小 下面這個電阻又很大 換言之這個VICM幾乎都跨在這上面 也就是這個source的電壓 Q1Q2 source端的電壓 它其實就是接近於VICM 因為電壓幾乎都跨在這邊了嘛 因為這裡的電阻太小了 代表source的電壓就近似於VICM 所以才導致什麼呢 半遍路的source current 就是VICM 除以兩倍RCS 它其實又等於什麼呢 i source current又等於ID current 又等於ID current 所以馬上就可以知道V01是多少 V01就是負的ID乘RD 又等於什麼呢 ID是VICM除以兩倍RCS 所以就變成兩倍RCS分之負的RD 這個VICM 這樣子 就變這個樣子 好 得到這樣子的結果之後 好 所以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V01的電壓等於 兩倍RCS分之負的RD 乘以VICM 好 同樣的道理 V02會是多少 V02當然也是兩倍RCS 負RD的VICM 因為左右兩邊完全對稱 V01其實就會等於V02 好 這時候呢 這時候就來了 插動放大器 插動放大器是一個什麼呢 Differential Input 但是你的Output可以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Differential Output 也可以選擇什麼呢 Single Output 我雙端輸入 我可以選擇雙端輸出 也可以選擇單端輸出 對吧 如果今天我選擇單端輸出 也就是這個插動放大器 我雙端輸入 但是我今天Output 我只取其中一項出來 那我的Common Mode的爭議 定義就是 假設我是V01出來 那我就是V01除以VICM 那我的爭議值是多少 V01除以VICM 我的爭議值就是2倍RCS分之-RD 這就是我的同模爭議 同模爭議出來之後呢 接著是什麼 還記得我們在上上章節 第二章所介紹的 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CMR值 CMR值的定義是什麼 是定義 Difficial Mode的爭議 除以Common Mode的爭議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那個DB來表示 也就是26個 Difficial Mode的爭議 除以Common Mode的爭議 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 Single Output 單端Output的話 那你的CMR值是多少 插動爭議是多少 我們前面已經推導出來了 插動爭議是GMRD 同模爭議這裡得到了 是2倍RCS分之-RD 所以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CMR值是多少 喔 拍子也被寫錯了 如果是Single Out 剛剛講到 GMRD是 雙端輸出的爭議 叫做GMRD 如果只有單端輸出的話 它其實只有2分之1 如果都是V01 output的話 它其實是2分之-1的GMRD 單端輸出 單端輸出的話 比分修增益 會比雙端輸出 會是原來的2分之1而已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 RD RD 效料 2分之2分之2 效料等於GMRCS 好 所以單端輸出的話 CMR值是GMRCS 而我們在第二章時候 介紹過CMR值 我們希望CMR值是 越大越好 我們前面介紹過 我們希望CMR值越大越好 那所以變成CMR值由誰主導呢 RCS Common Source的 operative resistance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上一個章節 在最後的時候 一直想辦法要增加 CMR值的operative resistance 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 增加CMR值的operative resistance 當你使用Active Load的時候 把CMR值來當作主動負載的時候 電阻越大增音就會越大 第二個目的就是這裡 插動放大器 它會影響到 你的CMR值 Coron Source的operative resistance 會影響到你的CMR值 如果你使用單端輸出的話 它會正比於RCS 所以你RCS越大 你的CMR值就會越大 這是單端輸出的時候 那如果是雙端輸出呢 Defensial Out的話呢 Defensial Out在理想上 因為VO1等於VO2 Defensial Out VOD我們定義成VO2-VO1 自然在CMR的時候呢 就是0 就是0 所以CMR在Defensial Out的時候 它的增益是0 所以CMR值是多少 Defensial Out的Defensial Game是GMRD 但是Defensial Out的Common Game是0 所以就會是無限大 無限大 所以它就反映了 我們在第二章就已經介紹了觀念 插動放大器的好處是什麼呢 同模爭議可以是0 它可以把相同訊號給濾掉 相同訊號可以抵消掉 相同訊號也就是雜訊的部分 可以完全抵消掉 插動放大器的概念 我在第二章就介紹了 這裡只是告訴你 插動放大器的電路是長這個樣子 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介紹電路嘛 我們就畫個三角形就結束了嘛 還記得嗎 在第二章介紹插動放大器的時候 主要介紹都是概念 電路反而沒有提及 反而畫個三角形都當作是 插動放大器的訊號 那這裡直接告訴你 就長成牛頭排這個電路 而且Difential Out的話 你的CMR值就會是無限大 就會是無限大 好 這就是理想的Difential Ember法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將理想的MOSFET的基本型 插動放大器介紹完畢 等一下我們開始來介紹 不完美的 你會看到CMR值為什麼是無限大 為什麼CMR完全是0 那是因為左右兩邊完全對稱嘛 如果今天告訴你左右兩邊 有一丁點不對稱 CMR的爭議還會是0嗎 就不會是了嘛 它要完全對稱才會導致這兩邊的CMR的 奧布特電壓才會完全一模一樣 只要差一點就會不一樣 只要差一點會不一樣呢 兩邊的電流值如果一樣 但是如果這兩邊的電阻值差一點 那這兩邊的電壓還會一樣嗎 電阻值要有一點點差別 那這裡的電壓差就不會是0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兩個電晶體的電流跟它的GN有關嗎 電流跟GN有關 如果我的GN差一點 那是也會導致 就算電阻一樣 只要兩邊的GN值不同 兩邊的電流只要不同 這個電壓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休息懷後來介紹 當我左右兩邊這兩邊的電路 沒有完全對稱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左右兩邊只有兩個component 一個是電晶體 一個是電阻 所以要嘛就是電阻不match 要嘛就是電晶體不match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完之後 我們來討論 電阻不match跟電晶體不match 它的CMR值Defential Mode的時候 照理說完美的應該是要無限大 但是如果沒有完美對稱的話 會變怎樣 我們休息十分鐘後再回來這邊 好